方面中两名顾客狂开啤酒却不是拿来喝 而是一罐接一罐猛往地上洒 沙发也被喷的都是 看到啤酒流满地才甘心 最后还拿矿泉水来洗脚 才心甘情愿的离开 酒吧员工事后进来整理超傻眼 事发在13号清晨6点多 高雄市西新区的酒吧 原本这个包厢有六七名顾客 他们凌晨12点多就进场 属于晚场单点制 他们消费了一万多块的酒水 喝到清晨5点 就转换成早场啤酒喝到饱 每个人头600块 但离开前 其中这两人却对店家提出无理要求 他们畅饮的酒能 桌面的酒能不能带走这样子 那我们外场当然是跟客人就是说 不好意思 你们单点的部分可以带走 但是畅饮的部分可能没有办法 他跟我们外场说 那没关系啊 那你们不能带走 那我就撒地板中可以了吧 进到包厢 把包厢的这个门就锁起来 喝到饱还想外带 结果就是被拒绝 没想到其中两人恼羞成怒 狂开啤酒撒一地暴富 地板又拖把拖一拖 事小 沙发还有定制的桌子 都有缝隙 进了啤酒 就得再花钱深度清洁 包厢被破坏 店家当然很愤怒 老板说虽然不会求偿 但面对顾客不尊重 店家规定还恶搞 他po出影片就是要做出警告 匡政这种傲给风气 静新闻林青杜云杰采访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